那个第三件事 就是有一次我就看到那个朋友圈 然后他就发说明天要出差去外地 然后我就主动联系他 我说那你明天去外地的话 不如那个你去之前咱们一起吃饭 然后我吃完饭以后我送你去飞机场 他当时就说吃饭我就没空了 但是你送我去飞机场可以 吃饭喝水已经约好了 然后约好的也是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个人 也是个单身 而且还是他的粉丝 然后我就到了那个约定的时间 然后他们吃完晚饭以后 我就在楼下去接他 在那个去飞机场的路上 然后我就接到一个电话 客户请我去唱歌 因为我们这种多销售的 你平时不维护客情关系的话 你不可能有业务的时候 他就主动在找你 对不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等会儿有客户让我去唱歌 他就发脾气了 他说你竟然来送我 又搞出是不是心里不想送我 然后飞强着我把那个车子靠边停了 停了然后因为他坐后面 就把车门拉下 然后就下车了 因为当时那个车也比较堵 那我的车子又不能在原地停得太久 然后他就把那个行李箱拉下去 我就只能走 后来以后 那个我就打电话给他 然后他就不接我电话了 这个事情当时确实让我挺生气的 因为是他提出来要去送我的 他一上车就跟我讲话 就有点阴阳挂气的 就觉得我又跟其他的 一进去吃饭去了 好像就那种感觉 才走没一会儿 然后他就跟我讲 说我那边要去唱歌 那我就觉得 你既然就说你心里有我 不要跟我说这个事情 这么一说的话 让我心里就很不舒服 因为本身像我们都是李毅嘛 然后身边的就是李毅的 我感觉我就是你的备胎 因为他的粉丝也比较多 你只是粉丝是什么 就是喜欢他的人是吧 喜欢他的人挺多的 因为他确实还是来说 在我们那个圈内来说 还是比较优秀的 你们是什么圈 就是怎么说 我们一个单身的圈吧 其实也是经常在一起搞活动 所以他一上车的话 就跟我讲话就一样挂气的 我就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那么之后您就下车了 然后你们俩怎么处理这件事呢 后来我走的时候 他也没给我打个电话什么的 我就心里很生气 你把我的手机拉黑了 微信也酸了 我也联系不上你 对不对 那是够后了 好好好 这个事实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这件事情 最后的处理结果是什么 是说陷入了冷战 还是说又和好了 还是说分手 没有 我们就没联系了 几个月以后 然后我就听朋友说 他又早了 那怎么又走在一起了呢 因为有共同的社交圈子 有时候又碰到了 碰到以后 我发现他还是单身 然后我这边接触的 也不是说很理想 因为毕竟我们认识这么久 对吧 感情肯定是有 心里头对他还是比较认可的 只不过有时觉得他在这种 跟疫情的交往 在处理方式上 让我很不舒服 我想如果是你在这方面 有所改观的话 我觉得我们还是能走到一起的 您那个时候 跟那个女朋友分手了吗 也没怎么联系 然后又重新追还是怎么了 又重新开始 我就觉得 确实是有这么多年 我又觉得就是 之前发生这些事情 但我觉得心里面 就是还是有一些梗的 我就怕他还是会怀疑我 就算你说的 就是有一心喜欢我 这也不是我的错啊 但是我和他们都还是保持着距离啊 这样的分手 你们分过几回啊 在这八年期间 彻底的分手就这一次 但是期间就是说 闹别脸闹矛盾的之间 可能有一个月啊 所以今天先生来说 既然我们在一起了 对吧 那好 我希望娶你 是这意思吧 是的 但是您现在心里觉得 有一些不踏实的部分 刚才说了第一个不踏实 就是 对 还有一个就是 你不相信我 第二个是什么呢 对 然后现在的话 因为他是孩子跟前妻嘛 他没带孩子 但是我是带了孩子的 我一个女儿 今年有12岁了 进入叛逆期了 情绪上面 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孩子 或什么之类的 那我就觉得 他既然就是想走进 我们的生活的话 那你就要好好 跟我的女儿相处 我记得有一次 就是我在外面办事 我就委托了 我说你今天晚上 就扶着一些孩子的作业 我可能会回来都晚一点 结果我刚好 在跟客户谈事的时候 然后我女儿就打电话给我 生气就说 不要跟他在一起 女儿为什么说 不让你跟他在一起 那天的话是这样的 因为他那个小孩 不做作业 饭也不吃 澡也不洗 到了11点钟 孩子在玩手机 你说我该管还是不该管 然后我就把手机来了 我说你赶快做作业 要么就洗澡 要么就睡觉 他就跟我发生矛盾 论清他移民之词 是吧 我觉得孩子 派你洗的时候 我本身就跟父母之间 那我换一个问法吧 如果没有这个男朋友的话 你那天要出去应酬 这个12岁的女儿 你怎么安排 就是自己在家了 既然想要跟孩子相处好的话 那么就肯定平常 多给他一些关和陪伴嘛 然后有一次我们约好了 周末一起去爬山 结果头天晚上 他就和朋友出去打麻将 凌晨四五点才回来 没精神嘛 然后就睡觉 然后就没陪我们去了 然后就我们自己去了 那我就觉得也挺伤心的 我就觉得你没把我们 就是放在心上 这相当于是觉得 这个男人可能还没有做好 融入你们家的准备 你第一个考虑的是 跟你女儿的关系 对吧 对 那第二个 他对你怎么样呢 我们俩做销售的话 平常其实时间都还是有的 我就觉得 谁有时候在家里时间多一点 然后谁可以就是家里 这些家务的事情 可以多承担一点 而且我喜欢这种家庭氛围 比如说做饭 然后你觉得你做的饭不好吃 没关系 我可以炒菜什么 但是我就希望 就是你不要再边上干等着 然后你可以给我打打下手 两个人一起在厨房 这样子情动中的多好 做饭我又不是没跟你做过 对吧 买菜我也买过 只不过是吃吃喝 做的不多而已 但是你要坚持啊 你不能就说 我今天做一次就算了 我就是做过来 如果说这样子是组建一个家庭 那就是共同的家 那一起要去共同的经营 对不对 如果哪天你直接告诉我 你说今天不想做饭 那是不是我自己会主动去做饭 但是我又不知道 你今天是想做还是不想做 你明明去告诉我了 你可以告诉我 那这些事情还什么事情 都都我在告诉你的话 我干嘛呀 然后你跟一行去吃饭 我也不要 不管不问 那一说的话 你这就说过了不 我问一句 您是想娶人家对吧 对 你为什么要娶她呢 因为我觉得她的人确实挺优秀的 然后对我呢 好起来的时候对我还是特好 其实对我不好的时候 就是那脾气一来了以后 也是挺我挺难的 那就说白了是她脾气不好 其他的都好 那吵架的时候能有好脾气吗 好好好 您现在来啊 是说我不想跟她处下去了 还是说她现在提出了结婚的这个要求 让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是哪一种 对我还是有些犹豫 如果再谈恋爱是没问题的是吧 如果还是这样怀疑我的话 那也谈不了 好明白了 所以你认为你们到了要结婚的阶段了 对吧 对 你可能认为现在观察一下才是更好的时期 对 两个人的这个时间是错位的 对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留给老师们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萧先生 整个的这个事情其实挺平淡的 你们讲起来我也没有觉得有大的矛盾和大的波澜 但是能够感觉到一个词偏爱 被偏爱的有耻无孔 说的就是她 在整个恋爱关系里 她永远都有最重要的人放在前头 客户 朋友 孩子 花 和别人眼中都我 就是在乎别人的看法 你永远都是在第二 为什么 因为你偏爱她 她也知道她被你偏爱着 你的偏爱使她就只能这样 因为你反正不会生气 生气了也反正不会走 你最多就是发发脾气 可是她一旦发了脾气 就可以拎起行李箱 跳下车 即使是在车道上 她也可以随时把你拉黑 让你消失 今天你想用婚姻的方法 来给自己找到安全感 但是你却搞错了一件事 想用婚姻拴住一个人 往往被拴住的是自己 你想拴的是他 但到最后又会变成了 对你更加的有知无空 为什么 因为你就是那个必须得带孩子 必须得养好花 必须得做后备军 不能够比工作重要 不能够比朋友重要的 那个家属 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 很多以工作为重的人 总是会选择说 我以工作为主 我要挣钱养家 所以你们先往后站 你以为你能用婚姻 使自己显得在她的生活里 特别了 特殊了 独一无二了 不 你一旦用这张纸得到了她 她会把你和孩子一起放在家里 其实问题更多的是在你身上 你不爱她 或者说没那么爱她 但你不肯说 如果你很爱她 八年里头 你都没有向她提出要结婚吗 这八年里头 今天的所有讲述里头 都没有你为她做了什么事 而她让你伤心这一类的故事 有的全是 她为你做什么 你不领情 她为你做什么 你稍有不满 她为你做什么 你觉得不尽如人意 她其实来你的生活里头 就是搞服务的 你觉得享受她的服务 然而想让我把你变成我的伴侣 你还差一点 你不觉得你未来的人生 跟她在一起 你能踏实放心 不管也许是经济的考虑 也许是孩子的考虑 也许是两个人的工作性质的考虑 不管是什么考虑 你总觉得如果我要结婚 可能不是你 你在里头挑剔了她很多 比如说她对我的女儿 她管我的女儿 天哪 亲生父亲可能也都是这样 诈诗似的管孩子 忽然有一天出现了 管一下孩子 你今天不能看iPad 然后平时消失了 亲爹都这样 你就别说是这样的一个 被你留在家里 名不正言不顺的一个叔叔 如果你觉得 他不是你未来想找的那一个老公 或者你说 我觉得我此刻就是不想结婚 你就应该明白地跟人家说清楚 而不是吊着人家 而不是挑剔他说 我不嫁给你 是因为你不信任我 我不嫁给你 是因为你在不该管孩子的时候管孩子 在该管孩子的时候你不管孩子 您想想您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吧 他很清楚他想要的是什么 他也在尽力 他的明显错误并不多 问题在您 谢谢米娜老师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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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谢谢观看 DENNIS 是